今天我老公和哥哥嫂子 她们出钓游了 孩子先睡着了吗 睡着了 钓了几个 两个 两个 几个多少钱 三十八 三十八 这只出钓游 这只还要给钱 好买的一样 老公 你们怎么这么久啊 妹妹来等你很久了 哥 跟你说个事 我这次从先回来 准备找你借点钱呀 我最近不是那西瓜下来了吗 我拉了一大白挂西瓜去四川 不是搞销售了吗 结果那边 而且生意也不太好 然后我就那个啥 赔了 那你赔了多少钱 我到后来赔了七八万吧 准备在你这 先借五万块钱月底就有了 我给人家要还个信用卡 捣一下 借我吗 借这么多 有点多了 就让你问我嫂子吧 还有没有 应该不够 哦 现在我们估计有这么多 没事 那你有多少借多少吧 我也不客气了 到时候我在问大哥要点就行了 哦 我忘的话 现在估计有没有不够 一两万呢 还有 一两万哦 哦 那你有一万还是两万 两万吧 有两万我就问你一定要两万 再问大哥要三万 走出来又还了 走完又还了 走完给你 那肯定了嘛 肯定给你还了 哦 记得怎么能够还呢 但是 还我估计还得让我还上一两年 一半一年两万两年 行不行 行啊 打个箭头了 打不打 不打了吗 有视频就在这里拍了 还要打镜条 那行 到时候 怀了时候再拍个视频 哦 行 老公 我记得之前 你有一个朋友找你借钱 也去要还信用卡 然后你自己也去 也办了信用卡 去年搞上你说 你欠了两万 一直还到现在都还不 用完 为什么现在 你们年轻人都是喜欢办这个 用卡呀 那都是提前消费的 提前消费 什么意思 秘密他办信用卡 是 之前也没有 就是做生意的时候 钱不够嘛 然后 又有点钱 然后我朋友他 我朋友之前 他借钱 他办信用卡 他是因为 他当时买了房子 抓据房子嘛 然后钱不够 然后又有的信用卡 后面要把钱还 然后钱不够 然后好像是降额了 要还得多 然后老师就借了 老公 那你的信用卡是 你借钱干啥 办这个信用卡呢 去你之前败的 败了 然后用钱去你 那你不是从老板 借了9万吗 9万花到大块 有小头 小头是你发那个信用卡 那都三年了 为什么一直活不完 还完又借出来了 还完又借出来了 这样手法就用了 一直没有还钱过 现在还有一万多一点 一万多一点 大家好 我是杨玛丽 我嫁给我老公三年 我发现 家里人和身边的朋友 大部分的都会 把信用卡或者借完贷 钱都没有挣到 就提前消费了 这个钱呢 你要借出来了 每个月就要还进去 如果到时间要还钱 然后你没钱呢 就要找七七朋友借钱了 这个钱呢 不还是不行的 如果你借钱不还到时候 活不下 那信用就有问题了 如果信用有问题了 那以后买仓买房 或者干啥贷款都不好弄 或者都贷不了款 在中国呢 是很发达 你没有钱 也是可以提前消费 但是呢 信用是很重要的 如果信用有问题了 那以后自己的生活中 也是有很大的麻烦 一般情况下 借出来的钱 是不敢不还的 但是在我们老娃呢 就不一样了 在老娃大部分的借钱 就是找七七朋友借钱 没有啊 信用卡 没有借完蛋的 你没有钱呢 不能提前消费的 一般的老娃人 就是出银行借钱 但是在我们老娃那边呢 出银行借钱 是不好借的 一般情况下 是出银行借不到钱的 出为那些很有钱很有钱 然后他们是很大很大的老板 出银行借钱才可以借到钱 因为他们有个整个样的政策 说是借钱来干什么呀 以后要怎么还了 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出银行借钱 是能借到钱的 但是大部分的普通人或者农民人 都是靠种地生活 出银行借钱是借不到钱的 他们也是害怕你借过来的钱以后还不起 然后银行那边也许有很多各样各种的要求 看看你有没有那样的要求才能借到钱 所以在我们老娃呢 就有一个办法借钱 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借 如果说自己的亲戚朋友没有钱借给你的话 没有别的办法 你要能借到钱了 在我们老娃呢 一般的房子都是自己买的地 然后自己再盖房子 没有像总我这边说 人家盖好的楼房 然后你去买房子再贷款 也有的人家盖好的房子 然后人家住了一两年 或者人家有新房子了 不想要了 把这个房子卖给你 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不能贷款的 这个都是私人的房子嘛 所以你买了就要给人家钱 如果你没有钱买的话 就肩不买 就是这样子 然后买车的话 一般的情况下 也是有钱人才会买车 他们买车的话 直接给钱了 不贷款 现在的话 也有很多的 就是买车贷款 然后卖卖的再还 但是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啊 好的工作 没有晚定的输入 也是不敢的 要出买车贷款的 因为买车贷款的话 每个月也是要还 如果到时候你没有钱还的话 人家会过来 把你的车 拿走了 所以之前你 交的俗户就是白交了 老娃是没有中国发达 但是老娃对比老娃自己的话 现在的老娃呢 发达也是非常快 各种各样的方面发达的也是非常好 但是在老娃借钱和还钱这个问题的话 是没有中国啊 方便 没有信用卡 没有借晚贷 说你没有钱了 可以提前消费 然后以后挣的钱再卖卖还钱 在老娃呢 信用也是很重要 但是没有在中国这边重要 在老娃房子大部分的都是自己买的地 然后自己盖的房子 买车呢也不是各个的普通人都要买车 一般的人要买车他已经有钱了 才有买车的打算 不像中国这边说孩子要接风了就要给孩子准备车 在老娃呢 要接风之前 有车也好 买有车也是无所谓了 钱呢借的好借 但是活钱是很难的 在老娃一个人如果说 啊 信用有问题了 对他的生活中影响也不是很大 那些借钱不想活钱呢 他根本不想惯上好的生活 有房没房 有车 没车都是无所谓了 他一天能偏一点 算是一点 今天呢 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谢谢 点赞和关注 上次我们再见啦 拜拜